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门大学的GMAT课堂 我是主讲人赵嘉宁 以后大家可以叫我嘉宁老师 或者赵老师都可以 首先呢 我为大家介绍的是GMAT语法部分的 overall principle 也就是说 这个语法部分 大家该如何去复习 该如何去考试 大家为什么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GMAT考试的句子改错 也就是这个语法部分 原因是这样的 GMAT考试作为一种CAT的考试 也就是在computer上进行的考试呢 它的权重啊 也就是它的题目分布的 分数的权重 是越靠前的题目 分数的权重越高 越靠前的题目 分数的权重越高 也就是到最后 尤其是到 大家都知道啊 语文部分 verbal部分 有阅读 逻辑和句子改错 也就是语法 它的后面 也就是二三十五到四十一题 大概在这个区间 如果做错题啊 很有可能是不扣分数的 但是在一到十题 如果做错的话 它的成绩啊 会掉的非常的厉害 这也就是GMAT啊 为什么有高分库 跟低分库的区别 那么在一到十题当中呢 它的语法 如果您运气好的话 您的语法大概 是要有五到试题 运气不好 也需要有四到试题 这前十道题 如果考生的正确率 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八十 那么它的总成绩啊 总成绩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 GMAT的句子改错 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 跟着老师的节奏啊 来进行这个学习 好 为什么要考察啊 GMAT的考试中 为什么要考察句子改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 GMAT的考试呢 是比如说您学MBA啊 学财快 学金融 需要考啊 需要进行这个 按照GMAT的语法进行啊 无论是说话也好 还是书写也好 是按照GMAT的语法 那么GMAT的语法呢 基本上呢 是用在在美国来说呢 是用在商务的信函 合同 以及法院的文书中 那么它的语法 一定是和托付和雅思啊 跟GRE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为什么GMAT啊 要单独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来进行语法的考察 好 语法题呢 大概是占到41个verbal题的 大概是40%的比例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概是40%的比例 也就是16到18道题 平均是17道题 如果运气好一点 大概可以达到18道题 这18道题啊 这18道题 同学们是可以通过网络学习也好 或者是面授也好 通过这种学习的方法 是可以全部答对的 是可以全部答对的 所以同学啊 一定要非常的 对这个要非常的有信心 GMAT考试的语法啊 没有那么难 也只要是弄对了方法 是完全可以全部答对的 好 下面看一下 也就是GMAT的判分问题啊 为什么要大家特别重视GMAT的语法啊 也就是GMAT的语法啊 大概占到权重的40%啊 也就是占到17道题左右 经验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GMAT的语法 可以达到一个9成的正确率 达到一个9成的正确率 也就是达到15道到16题的正确率的话 如果啊 我们现在默认中国同学的数学啊 可以达到一个50啊 49到50的分数啊 而且逻辑和阅读 可以在平均成绩以上啊 逻辑和阅读 在平均成绩以上的情况下 这样的情况 同学最后的成绩 大概是可以在710分的左右的平均分 也就是一个700到720分啊 之间的这么一个分数 那么这个分数对于绝大多数同学的申请啊 无论是MBA还是商学院 以及其他的一些课程的申请啊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所以啊换句话说啊 毫不为过的说 GMAT的语法决定了您GMAT的总共的得分 所以啊 在这个一系列的讲座中呢 我也会着重的把GMAT的语法啊 该如何做 如何想啊 到考场上该怎么办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通通的解析给啊 网络前面的 那电脑前面的同学们 好 也就是GMAT的语法啊 GMAT的做语法 也就是挑错误啊 最最简单的 就是挑这句话里面 有没有错误 我们要进行一个 有一种哲学 那种哲学叫什么呀 叫这种哲学叫 fail safe啊 叫fail safe 相当于啊 我相信很多学功课的同学 非常的了解 什么叫fail safe啊 下面啊 同学们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个 比如说为什么飞机啊 有两台以上的发动机 为什么啊 飞机有两个以上的飞行员啊 为什么我们的投资啊 也就是我们的鸡蛋 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很简单啊 我相信大家啊 非常聪明啊 很简单 这个道理谁都明白 也就是说 投资来说是有风险的 对吧 如果你把钱都放在了一只股票上啊 去买一只啊 去买一个品种的期货 一旦你做反了方向 那你会非常的惨 对不对啊 考试也是一样的啊 GMAT的考试 首先啊 语法声明一点的是 这一个句子啊 也许会非常非常的长 然后每一个句子的错误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别让它多短多长 每一个句子的错误啊 要远远多于一个 远远多于一个 甚至会达到七八个啊 会有七八个的错误 但是GMAT的考试 不要求大家把这七八个错误 全部都找到才能做对题 也就是说您只需要找到 大概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大概四五个的错误 对于那种极难的题 有七八个错误的 大概找到四五个错误 就可以把它解答正确 这也就是说啊 是这样的 在同学呢 考场上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大脑一片空白 大脑一片空白 老师讲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只能想起一些枝言片语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老师要求啊 电脑前的同学们啊 一定要跟着我的节奏 我会把每一个错误都找到 我会把每一个错误都找到 并且呢 我希望同学们能把每一个错误都记录下来 这样呢 即使啊 即使在考场上 由于紧张啊 由于时间的压力 或由于其他的什么突发情况啊 导致了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 实在是想不起来怎么办 利用啊 能够利用碎片的记忆 还能够把题作对 这个是一种能力啊 比如说老师讲了八个错误 您只需要记住几个啊 记住五个就可以了 但是我要求同学啊 在我讲的过程中 八个错误最好大家都要记住 因为有什么呢 比如说您只记住了五个错误 那在考场上又忘了三个 剩下两个 剩下两个 只能排出三个选项 变成二选一 那说白了 您还是一个非常犹豫不决的状态 但是如果这八个 八个都能记住的话 啊 即使有三个忘了 能找出五个错误 我相信A B C D E啊 您一定是可以选出 唯一的正确的答案的啊 这是老师的一个要求 好 下面一个呢 主要讲的是GMAT考试的语法部分啊 也就是sentence correction啊 就是挑句子错误这个部分 到底考的是什么东西啊 到底考的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最明显的一项 就是啊 也就是出题的人 到底想考察什么呢 他一定是在题目里面来要求的 就像我们作文要审题啊 语法要听清对方啊 口语要听清对方 在问什么啊 要审题 也就是说他的审题 他说了什么 也就是sentence correction的题目的标准啊 标准答案应该是长什么样的 下面随老师来看一下 好 也就是说第一个 第一个标准答案的 answer的特点是什么呢 也就是most effective 对吧 这个sentence要most effective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要make the sentence clear exact and free of grammatical error 也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指代明确 对吧 指代明确 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这个代词到底是指代的什么 最重要的是啊 关键是这个 free of grammatical error 也就是绝对绝对绝对 不能有语法的错误 绝对绝对不能有语法的错误 而且要在没有语法的错误上 怎么办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后面这个动词是什么呀 minimize啊 什么叫minimize minimize跟free of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free of说这个free of charge 对吧 我们同学都知道 这不要钱 minimize的charge 就是说要最少的钱 这个显然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不能有语法错误 但是后面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awkwardness ambiguity 以及redundancy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奇异啊 坠鱼啊 也就是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麻烦了啊 也就是这句话说的实在太麻烦了 像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样啊 应该是minimize 而不是free of啊 也就是说很多答案 你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的 去选一个minimize错误的 而不是选一个free of 啊 grammatic error的 同学们啊 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什么 尤其是这个第二点注意啊 要尽可能的简洁 并且啊 在2014跟2015的最新的试题当中啊 对简洁性的考察 也就是对简洁性的考察的比重是在增加的 而且但是对语法的正确与否的错误啊 正确与否的选项的考察 是在一点一点的降低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啊 effective啊 句子一定要effective啊 后面我会为大家详细来解释一下啊 怎么来选 也就是说如何来取舍 如何来取舍这个 什么叫语法错误 什么叫不简洁 首先我们看一组例题啊 A和B啊 两个句子 A说的什么 说的pressure 啊 the pressure created by study are tremendous B说的是 the pressure that is created by study is tremendous 啊 咱们的同学啊 语法都非常棒 最A里面最明显的一个错误是什么 也就是它的主语是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是什么呀 显然是一个单数名词啊 因为它是不带S的啊 不带S的东西都是单数名词 注意在G-MAD的考试里面啊 不存在集合名词啊 G-MAD的考试里面 唯一的区别单数跟负数的 就是看这个词带不带S啊 这是唯一的区别 但是它的位语动词是什么呀 是用了一个负数的位语 用了一个负数的位语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它的主位怎么样 它的主位搭配是不一致的 而主位搭配在G-MAD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也就是这句话的主位搭配 如果不对的情况下 这句话一定是错误的啊 一定是个干扰的选项 那好我们看第二句 第二句说的什么呀 说的pressure that is created by study is tremendous 首先看什么 还是去看主位搭配 主位搭配里面啊 is the pressure is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吧 但是从简洁度来说 这个that is 很非常的可疑 对不对 that is非常的可疑 这个东西到底需不需要这个 that is 你把它去掉 这句话 the pressure created by study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A和B进行比较 我们先要排除语法上面的错误 B严格来讲是不对的 因为它是啰嗦 对不对 啰嗦应该严格来讲是不对的 但是你和A比 如果同学最后只排除到 最后剩下A和B选项 那你也只能选这个啰嗦的选项 因为什么因为语法错误的选项 是一定不可能是正确答案的啊 同学一定要记住这个 语法错误的选项 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正确答案的 好 继续啊 再看例句二 还是一组题 还是刚才的 第一个 我说的还是 the pressure that is created by study is tremendous B说的是什么 the pressure created by study is tremendous 句意啊 完全一样 但是当这两句话进行比较的时候 这个that is 到底还需不需要 因为主位搭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吧 主位搭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that is 还需不需要 也就是当啰嗦跟语法正确 并且更简洁的选项进行比较的时候 那一定要选谁啊 一定要选这个语法又正确 然后又简洁的选项吧 对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明什么叫语法错误 什么叫简洁 什么叫简洁 什么叫语法正确啊 并且句子更加的简洁 好 我现在再看一组例句啊 我说这个老师啊 这个老师 the teacher who is speaking is a foreigner 我说这个正在说话的老师是个外国人 第二句话说的是什么 the speaking teacher is a foreigner 这两句话啊 严格的来讲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不对 严格的来讲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a选项怎么样 你这个who is speaking放在这里面 就显得什么呀 太啰嗦了吧 对吧 你只需要把这个speaking这个东西当成形容词 放到这个地方 就完全就可以了啊 就完全就可以了 这也就是说的是什么 啰嗦和正确答案的区别啊 这是啰嗦和正确答案的区别啊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一点一头雾水 那怎么来区分呢 这个要听啊 老师后面的题慢慢的进行讲解 我相信啊 这158道题过后 大家都会对这个有一个一目了然的看法 尽管老师刚才给了一些例句啊 我相信啊 通过这么简短的几句话 很多同学对什么叫语法错误 什么叫啰嗦啊 什么叫正确答案 还是不太能区分的清 但是我相信啊 随着老师的深入的讲解 包括我们160道例题的 完全结束之后 大家呢 能够对这个有一个非常清晰明了的区别 好 这就是我们GMAT课堂的第一讲的第一部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